謝謝大家來到佳日科學廣場 我是佳日科學廣場的活動主持人 中央大學務一系列朱慶奇 非常感謝國科會 還有我們學校給我們經費支持 讓我們可以辦這個活動 然後這個活動從2008年辦到現在 其實已經很多年了 也很感謝我們有一群 始終的粉絲一直在支持我們 今天的活動是這個學期的第一場 第一場活動我們請到的是 也是老朋友 就是過去已經拿了好幾張感謝狀 可惜那個推到中心發了感謝狀 不能幾點 不能換什麼哆啦A夢 要不然吳老師大概可以換好幾個 吳佑道老師過去支援過 非常多場的活動 很精彩 甚至有些小朋友他們心目中的首席科學家 就是吳老師你問他認識哪幾個科學家 他第一個就說吳老師 可見吳老師過去帶來的活動 給小朋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吳老師今天要講的東西 在物理裡頭我們會覺得 其實是比較抽象比較難的 就是電跟磁 電跟磁已經很抽象了 這兩個東西要交互作用 而且還會電磁附身 電會生磁 磁會生電 我們的海報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其實你如果是懂物理的話 大家就會知道它的內涵 電磁中間怎麼樣去互相感應 然後電生磁 磁生電 然後我們的活動 當然有一個很有名的特色 就是大家可以透過動手做動手體驗的過程 來學習科學 所以這邊也跟大家宣傳一下 我們科教中心的這個slogan的口號 就是精神體驗科學 創意學習無限 我們希望用體驗科學的方式來學科學 而不是老師在學校裡頭啊 就寫版書啊 然後讓你們背公式算題目的方式來學科學 希望這樣子對大家的科學學習是有幫助的 好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活動 請大家伸出你的雙手來 幫你一幫 謝謝 謝謝 奇怪 來 怎麼不會亮 量是沒電池 這樣是正常 這樣是正常嗎 來 試試看 喂 喂 我先傳出小大聲 好 我要再試一下 來 哇 是不是又太大聲了一點 好 這個今天的活動只要是小朋友 好 所以我先稱呼各位小朋友 好 然後各位家長 好 大家好 實際上剛剛那個朱老師在在說 我實在我每一次我也都很期待到這裡來 好 因為這邊我們要辦一個好的活動 如果沒有朱老師他們這樣的用心啊 其實那個效果會打很多族客 這個應該不是講師的功勞 是他們的功勞 他們會了很多心血在這裡面 嗯 那個今天我們所要 要討論的主題就在這上面 對 剛剛那個朱老師他說 這個很抽象 我們希望他不抽象 我們希望他你能夠看得到 你能夠感受得到 然後你從你的這個感受裡面 去來寫這個東西 這樣的話效果應該會比較好 所以今天我們只要的活動內容 應該都是各位小朋友喔 不是 不是我在講的喔 我可能 我會盡量少講 要讓你們多講 好 那現在已經花了每一個 每一個人都有一張紙對不對 這張紙就是把你看到的現象 做一個紀錄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讓小朋友 把你所看到的現象提出來 然後我們來討論 好不好 所以等一下在做的時候 你一定要仔細看 用心想 好 去思考 這個現象你有什麼疑問沒有 你有什麼想法沒有 好不好 然後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你在用心去想 多想 然後提出來給大家一起做 這個分享 好不好 OK 那我們今天議定是有七個活動 七個活動可能你會認為說很多 那我們盡量來了解這個問題 那這個第一個 第一個活動是 電升池現象的觀察 這個我們有兩個小小的實驗 好 現在請這個幫忙同學 畫一下氣球 好 還有這個 這個紫然針 那當他們在花的時候 其他人 其他小朋友我們注意聽 好 等一下我們要做什麼 首先 我們把氣球 經過摩擦 我們要驗證一下氣球摩擦以後 摩擦過以後會怎麼樣 會帶電 對不對 那怎麼驗證 就是用那個衛生紙 你把它撕成一張一張小小的衛生紙 好 你把衛生紙 撕幾張細細的放在桌上 好 然後把這個氣球你把它吹上 也不要太大 太大你等一下不好拿 再用 用它來跟某部摩擦 摩擦過了以後 你靠近這個衛生紙看看會怎麼樣 好 你現在先不要做 等一下我們再用心好好做好不好 看看會怎麼樣 把你觀察的你把它記錄下來 好 第二個 這邊每一組我們等一下都會花一個指南針給你 因為這個指南針放在桌上 我們現在有一個希望就是說 你不要去搖那個桌子 因為你搖桌子這個針就會怎麼樣 就會動 所以你放了以後 你等一下觀察 你盡量不要去靠近它 不要去搖它 然後要做什麼呢 把你一樣摩擦過的這一個氣球 你靜靜慢慢的拿到它的上面 拿到這指南針的上面 看看你會發現到什麼 然後 你在摩擦 因為剛剛摩擦那個電可能會消失掉 很容易消失掉 那你在摩擦以後 你換另外一個方式 把這個氣球拿到這指南針的上面 左右搖晃 不要碰到它哦 不要碰到它 好 然後你左右搖晃一下 試試看 看看你看到什麼 好不好 來 我們先來做這個實驗 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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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意思吧 OK 然後把你看到的現象 你把它記錄下來 好 我們希望你要會心去觀察 好 幾張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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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氣球不用太大 太大米不好 好 好啦 接下来我们做第二个实验 第二个实验 第二个实验 我们请画一下这些东西 这个 这边这个铜线 然后两条 两条连接线 跟这个电池 电池盒 跟两个电池 二鱼甲的 二鱼甲的 没有电池盒 好 当他们在画东西的时候 我来说明一下 我来说明一下 等一下这个时间我们怎么做 注意听哦 要不然等一下 你就知道要怎么做 这个很简单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指南针一样 放在桌上 好 不要去动它 然后先把这个二鱼甲的 连接线夹住 同线的 两端 对不对 然后再把这个另外两端夹 这一个电池 但电池 你先把 因为它这个电池是有开关的 你先把它 关到 把它off 好 先把奥不掉 好 先把奥不掉 好 整个假事对面的话 没奥不掉 把奥 把奥不掉 就像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 知道吗 然后 你现在把这个铜线 小心的不要去碰到那一个子蓝针 放在子蓝针的上面 就架在它上面 让铜线的方向跟子蓝针的方向平行 平行 好 OK 让它平行 好 当你架设好了以后 来下周一天 我们要做什么 再把电池的暗打开 第一个 看看你看到什么 好 这是第一个 你要观察 然后第二个 你把电池的暗打开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一个铜线 由它上方 直见的往上抬高 看看你看到什么 接下来再往下放到它的上面 看看你看到什么 把那个现象记录下来 先仔细观察 然后把现象记录下 好 这个实验应该很快 我们在三分钟好不好 刚才两个实验已经做过了对不对 来 大家看前面 我们第一个要来问 你看到什么 哪一个要跟大家分享 有没有 我们一个一个 气球的那一个实验 你看到些什么现象 有没有 要跟大家分享的 小朋友 我希望你记手好不好 好 好来 你先说 你怎么知道卫生纸 正面 对啊 你看到了 我说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卫生纸 有正面吗 对 我们要说出 你看到了 好不好 我们看到 卫生纸 这个气球可以吸引卫生纸 对不对 好 好 再来 还看到什么 你说 就你看到什么 就说什么 卫生纸 卫生纸 子兰间怎么样 气球 卫生纸 卫生纸 子兰间 什么时候 子兰间会上下 地球 地球接近卫生纸 气球 气球 好来 我们气球 放在子兰间上面 是不是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 你放在它上面 不动 对不对 那时候 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 有没有看到什么 没关系啊 你看到什么 就说什么 刚刚 地卫在做的时候 好像有爸爸还是谁说 这个软件都不动 对啊 你看到什么 看到软件都不动 对不对 没错 这就是你看到了嘛 大家都以为 我看到 一定要看到一个什么 很奇怪的 非常奇特的东西 不见得 对不对 你看到 看到什么 软件没动啊 是不是 所以摩擦过的气球 当你静静地放在 子兰间的上面 我们看到什么 子兰间都不动 对不对 OK 第二个动作 我说 你把气球 摩擦过的气球 放在子兰间的上面 晃 晃动 摇动一下 有没有人看到什么 有没有 我刚刚不是有 有人 有人说了吗 你说什么 还有 好像针鼠 还是哪一鼠 我有看到 这边也有 说出来没关系 你看到什么 就说什么 这样的 指针会往下 往上往下往上 会动一下 对不对 会动 对不对 如果你把气球 摩擦过的气球 放在子兰间的上面 它会怎么样 晃动的时候 子兰间是会动的哦 对不对 OK 也许有人没观察到 现在你可以试试看 当你没观察到 现在重做 这应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不是一个特例 不是说 某人做才会 其他人做就不会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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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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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這樣子好 我再提醒一次 家長不管你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 我希望你先忍一下 先忍一下不要急著告訴小朋友 因為我們希望小朋友要能夠從那種 自己的經驗中間去思考去探索 去得到他能夠了解的東西 好不好 所以家長你不要急著 喔我要去教他什麼 沒關係 重要應該是在最後 好 有沒有看到了沒有 看到喔 OK 當然 你先不急 你不要急著去解釋他 等一下再來看好不好 來 第三個 這個 這個 當你把這個 來 好 我們先看這裡 當我們把這個鐵絲 這個鐵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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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放在 鐵絲的上面 那當你把鐵絲 打開了那個時候 你看到的什麼 有沒有看到什麼 這個應該很明顯 大家都看到對不對 看到你就說好不好 來 來 你說 看到什麼 會跑掉 他跑去哪邊 從你那邊跑到我這裡來嗎 還是從你這邊跑到其他地方去 應該不是跑掉 對不對 應該不是跑掉 他會怎麼樣 會轉 會轉 整個鍵會偏轉 對不對 你看到的是 他怎麼偏轉 他是 瞬時間 你看到的 他是瞬時間還是逆時間 來 逆時間轉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看到的是 當然沒有電子關掉 他就會轉回來 對不對 沒錯 你會看到他會逆時間轉 對不對 可是剛開始他轉過去 還會回來一點點 好 沒關係 轉過去還會回來一點點 對 這其實是有道理 他轉過去 為什麼還會回來一點點 這個是別的原因 這別的原因 但是我們今天只要觀察 他會怎麼樣 你說他會逆時間轉 對不對 OK 他會逆時間轉 還有誰觀察到不一樣的 他說他會觀察到逆時間轉 你有沒有其他觀察到不一樣的 來 你說 好 會看到瞬時間轉 對不對 好 所以第三個 就是 我們發現 那個 指南間 會瞬時間轉 對不對 也會逆時間轉 對不對 好 第四個 幫你把這個鐵絲 把這個銅線 直接往上拉 再放下去的這個過程中 你說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他過於料濃粉的時候 他就回來了 哇你很仔細 但是我們不要那麼仔細 當你晚上到了時候 你看到什麼 回到遠點 回到遠點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什麼意思 來你說 電力又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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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再換回去呢 電力又產生了 是不是 OK 好 還有沒有 有人說 當我們抬高的時候 因為電力又完了 所以他不轉 他轉回去了 好 那奇怪 為什麼抬高的時候 電力會用完 那放下去電力又會產生呢 有沒有想這個問題 不是 很簡單 我只要說明 只要理性 看到什麼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是他偏的角度 直見的怎麼樣 直見變小 對不對 因為他本來 來 所以要 也要知道這個線下的變化 是什麼意思 本來 假設偏這麼大 當你拿高的時候 他是 你發現他是轉回去了 沒錯 但是轉回去代表什麼意思 大家 偏的角度怎麼樣 直見會變小 當你提高的時候 偏的角度 直見變小 對不對 可是當你要再換回去的時候 偏的角度怎麼樣 直見變大 對不對 好 這是我們看到的 好 所以這個偏的角度 我不寫了 我也寫了太太太會時間了 不是太會時間 往上提 往上提代表什麼意思 對不對 OK 好 對 這時候才是 我們想的時候 當你看到這些現象 它有沒有什麼代表的意義沒有 它在告訴你什麼沒有 一定有嘛 對不對 對不對 至少你一定會想到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不是 好 所以根據這些 大家看到的現象 你有沒有想到什麼 你想到什麼都可以 你有沒有想到什麼 好 這個 我老師說這邊有一個 好 你講 好 你跟我老師說你想到什麼 好 好像磁鐵會讓那個 直肥真的會傳動 會傳 磁鐵在哪裡 我們有磁鐵嗎 磁性 我覺得磁性會讓直肥真傳動 好 你認為磁性 你怎麼知道有磁性 來 我要提醒各位小朋友 也同時希望 好 家長稍微注意一下 就說 當我們讓小朋友玩東西的時候 好 你讓他 仔細去觀察 但觀察完最重要 他到底會想什麼 盡量鼓勵他去思考 當然想了很多 現在我們很多 很多人 你告訴他說你想到什麼 他其實他都認為說 我要去解釋他 不是不是去解釋他 而是你根據這個現象以後 你有什麼想法 例如說 我假設 我們會不會這樣想 這個氣球在子然間上面 如果你不動的時候 子然間也不會動 可是你如果在上面 你動的時候 你腦子裡面會不會想到 為什麼 最簡單的一個想法 對不對 最簡單的一個想法 你會不會想到 為什麼 你會不會想到這個問題 對不對 你會不會想到 誒這個有什麼意義 這個到底告訴我們什麼 是不是 好 所以你會有一些想法 好 例如說 第三個 我們 有一些主看到 他會順時間轉 有一些主會看到 他會逆時間轉 你會不會想到 奇怪 為什麼有人 別人是順時間 我的是逆時間 對不對 對啊 這就是你的想法 我們就是要把這些想法 提出來啊 去做思辨嘛 對不對 所以 我說你會想到什麼 就是這樣 我們可能應該會拿著去思考 奇怪 為什麼我的是順時間轉 別人是逆時間轉 是不是 OK OK 第四個 我們看到的 那個 把這一個銅棒 直接拉高的時候 他的角 他的偏轉角度 我們剛剛說 那是偏轉角度 直線在怎麼樣 在變小 對不對 那你會不會想到說 你會想到什麼 我們應該會想到 哎 這代表什麼意思啊 他指 角度變小是代表什麼 是不是 OK 所以我們希望 你要去想一些問題 想一些問題 不是在做解釋 不要急著去解釋它 我們都有這個 這個很新奇的一件事情 碰到一個東西 就急著要去解釋它 我們可以這樣慢慢去思考 去了解 OK 所以想到什麼 來 我們可能會想到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在告訴我們什麼 這是為什麼 對不對 這些情形 OK 好 像剛剛 這一個 氣球會吸引衛生紙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 所以剛剛有小朋友說 喔 這個氣球裡面有帶電 對不對 當然 他 我們利用這個現象 是要 要來證明說 氣球有帶什麼 有帶靜電 然後第二個 這個我們就要說明什麼 讓你了解說 如果我把一個帶靜電的東西 放在紫然間的上面 它會不會 那個磁針 不會 對不對 因為磁針都不動啊 可是 換過來想 那為什麼我把這個氣球 帶著靜電的氣球 在紫然間的上面 搖一搖 欸 它反而會使那個磁針動 不管它怎麼動 它總是會讓它動 對不對 會去影響到它 欸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搖跟不搖 有什麼差別 這就是靜電跟什麼 動電的差別 靜的電不會有磁力 但是動的電它會產生什麼 磁力 那動的電其實我們就叫做什麼 叫電流 動的電就叫電流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了解到什麼 了解到靜止的電沒有磁力的作用 但是電流它會產生磁力的作用 對不對 這個實驗就是讓你去了解到這一點 好 接下來 我們對這個銅線的這一部分 所以我們剛剛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了 可以了解到一個現象 好 那就靜止的電 不會產生磁力的作用 但是 動的電 也就是電流 它會產生磁力的作用 懂了嗎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 對 我們看到了 我們知道這件事了 來 那當你知道說 這個電 會動的電會產生磁力 難道 你了解的這個就滿足了嗎 不一定對不對 所以有人就開始在想 好啊 那這個電流既然會產生磁力 我們就會想 那電流產生磁力到底怎麼樣 它產生磁力是什麼情況 對不對 好 你看 從第二個第三個 它會這個 順時間 使它順時間轉 跟逆時間轉 欸 這代表什麼意思 為什麼會這樣 你想 這跟什麼有關 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 為什麼 這一個電 這個通過電流 它可能讓它順時間轉 也會讓它逆時間轉 你們想想看 這個會是受到什麼的影響 對不對 你會不會去想 想完了以後 你要不要去試試看 好 剛剛以前有人說 它可能是電流的方向 對不對 好啊 那是不是電流的方向 很簡單嘛 你可以怎麼做 倒過來試試看 你剛剛是這樣子 然後再倒過來試試看 是不是轉的方向會改變 試試看 對不對 你就可以去試啊 重新試一下 再試一次 然後把這個 把這個電線 轉個方向過來 對 說好是補充一下 就是 小朋友應該都知道 那個電池有正跟負嘛 對不對 只有正有負 你今天如果出來 這兩條線 你這樣接 跟這樣接 叫他接 就是吳老師的意思 看一看 會不會有 剛剛吳老師說 會不一樣 一個順時針對 一個逆時針對 一個逆時針對 想辦法證明一下 你的想法 對不對 試試看 好 試過了沒有 試過了 OK 所以我們現在第一點 了解到 這個電流所產生的磁力作用的方向 跟電流的方向 有沒有關係 有 對不對 OK 來 我們能不能再幾一步再去想 或者說 你會不會進一步 產生問題 對於剛剛已經了解到 這一個磁 電流的附近 電流的周圍 產生的磁力 的作用方向 跟電流的方向有關 對不對 你是不是已經 已經 了解到這一點了 因為你已經試過了嘛 對不對 來 接下來對於這一點 你有沒有什麼疑問 有沒有 沒有 大家都沒有再進一步去思考問題 大家都在玩 來好 剛剛這老師說 大家都在玩 現在大家不要玩 注意 注意想 注意想問題 你光玩 我不懂 沒有用 對不對 你要玩了以後懂 這才有意義 好不好 先不要急著玩 有沒有想到 有沒有想到什麼 其實我建議 有一個很好的想法 很簡單嘛 那 這一個電流 所附近所產生的磁力的 那個磁力的作用方向 跟電流的方向 有沒有一定的關係 對不對 我們可以想這個問題啊 我們可以想這個問題 不要記得要去知道答案 但是你至少可以想這個問題啊 有沒有關係 對不對 這個關係 能不能判斷出來 對不對 當然 我們今天不討論到這個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這樣一直討論下去 我們什麼都講過啊 只是我今天是起一個頭 讓你了解到 我們在學習 應該就是這樣 一步一步 這樣子自己思考下去 好不好 OK 來 第四個 這個 當你把這個電線抬高 或者放下去 你所看到的現象 它在告訴我們什麼 對不對 它這個現象 所具有的意義 在說明什麼 來 有沒有誰 要說說看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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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這樣子 沒有沒有 我跟 替指導師說明一件事 如果以後我們請他講不講的 下次不讓他來 下次不讓他來 好 那他哭著頭 沒有怕交代 好 第一句我先幫他講 他說 跟遠跟近有關係 跟遠跟近有關 對不對 沒錯 很好啊 沒錯 靠近 靠近 會比較怎麼樣 靠近電線的地方 承認磁力會比較怎麼樣 比較大 眼裡的地方會比較 對 所以 如果你學到這個地方 你見證器做過這個實驗 你是觀察了以後 這個現象你是不是就記得了 喔 不必死被 對不對 好 他所展示的磁力 跟什麼有關 跟具體有關 越靠近他 我們發現 他偏的角度越大 代表磁力越大 越遠離他 他偏的角度越小 代表磁力越小 好 這 就是我們 應該 要知道的 這樣懂嗎 好 好 所以我們剛剛試過以後 我們知道的一些的東西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把我們剛剛 所討論過的這些 其實我把它整理一下 大概就是這幾點 這幾點 我們要了解這幾個觀念 電線中通電了以後 在電線的周圍會產生磁力的作用 第二個 所產生磁力的作用方向 跟所通電的方向 有關 至於他的關係怎麼樣 這是另一個問題 另一個層次的問題 我們今天就先 不討論到那麼多 所產生磁力的作用方向 跟電線周圍的位置有關 對不對 越遠離磁力越小 越靠近磁力越大 所產生磁力的大小 跟電線劑有關 就底下 所產生磁力的大小 跟其實是我想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討論到這裡 最後你還會有什麼問題 也許有人就會想到 他作為所產生磁力 跟你通過那個電流的大小 有沒有關係 對不對 這也是一個問題 好 所以我們讀 我們在學習的時候 有些東西人家沒講 但是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想啊 對不對 你可以想啊 你不是人家說一就一 人家說二就二啊 好 雖然沒講 你可以想 好 我是建議你了解這些情形 好 當然 這個有關通電的大小 如果你有這個疑問 有這個想法的人 你也可以自己去試驗看看 你改變一下電流的大小 可是你怎麼改變電流的大小 電池多接幾個 少接幾個 就會不一樣了 你就可以試試看 好不好 OK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奧斯特的故事 很簡單 因為 剛剛這個現象 我們叫做什麼 叫電流池效應 叫電流池效應 我希望 你在 學習 聽人講或什麼都好 你不要只記那個名詞 記那個名詞 沒有意義 也許有人說 喔我去聽過 人家有講過 電流池效應 可是你如果再記一步問他 那什麼叫電流池效應 不知道 對不對 其實我們剛剛的那整個過程 整個結果 就是電流池效應 好 那電流池效應是誰 發現到了 奧斯特 好 奧斯特的故事 很簡單 好 我們說 他 他是一個 大麥藥技師的兒子 13歲就跟著他父親 這個當寫徒 但是他對自然科學很有興趣 他有一次在 他是1807年 開始對那個電 對磁針產生作用 這個現象 開始在做研究 好 可是到了1819到1820年 他 在講課的時候 才發現到這個現象 偶然間的 所以 我們也了解到 很多科學家的發現 是 一個偶然的機會 可是問題就在這裡 也許會說 那他運氣比較好 對不對 所以被他發現到 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告訴你 絕對不是 他會發現到 他會發現到 是因為他 已經下了很多工夫 很多時間 在研究這個東西 他才有那個機會 如果你不是在研究這個東西 你不是對他思考了很多很久 把東西 把東西挖在你的面前 你也不知道它是什麼 對不對 你也不會去注意到說 喔 這就是我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講這個故事 是希望 你不要以為科學的研究發現 有些感覺 有些感覺好像是 他運氣特別好 他是 這一個 被他發現到 當然 不是這樣 他是有很多 是已經下了很多工夫在裏面 也因為他下了那麼多工夫 他才有這個機會 如果他沒有下那麼多工夫 他就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 小朋友 當你們在學科學的時候 如果你第一次看了 不太懂 沒關係 多看一次 多想一些 懂嗎 到最後 你絕對就可以懂 好 要有 要堅持 要有 要有 要努力就對了 好 那這就是說 他 他在演講的時候 因為碰到了這個現象 他就自己想到 想用這個封閉的電路 就像我們剛剛那個 那個線路 就是一個封閉的電路 好 封閉的電路 要觀察他對時間的影響怎麼樣 結果 聽說 他在講課的時候 突然間 看到這個現象 也突然間想到這個問題 他當場就不上課了 自己就跑到實驗室去 開始做實驗 好 當然 這有時候 也會有這種現象 如果你不立刻去做的話 到時候你會忘掉了 哎 你的靈感來了 一下子就忘掉了 好 ok 好 接下來 DIY 好 這個 電磁鐵 我們自己來做一個電磁鐵 因為 現在的東西 很容易拿到 也很容易買到 所以對這個詞 的這一個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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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印象 好像已經不是很激情了 我記得 我不知道 各位家長 我當然比裡面 老很多 我在我小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 能夠拿到一塊磁鐵 那就很稀奇了 那時候 看到的磁鐵 很好玩 那 一看到有人 有磁鐵 那 會怎麼樣 就會去把它借過來 借過來做什麼 那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拿來 拿一個刀子在上面 磨幾下 結果 它就可以吸引磁鐵 好 很希望自己 又有一塊磁鐵 今天我們來做一個 電磁鐵 好不好 就是利用電磁鐵 來做的 這電磁鐵很簡單 來 這個 幫我畫一下 那個鐵釘 鐵釘 來 三根鐵釘 這個鋼鐵喔 我沒有注意到 鋼鐵不行喔 你只要買這個是鋼鐵 鋼鐵不行 因為鋼鐵的材質 它沒辦法產生電磁鐵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 好 我們先去找 因為鋼鐵做出來 沒辦法做 沒有達到這個效果 所以 我們先進行下一個 好不好 等一下再來 好 好來 那個 來 服務同學 把那個線牽 花線牽 還有花這一個 減流劑 先先減流劑 跟 對 這個不能做 好 先把它 這個會縮小 還有磁鐵 三樣東西 好 好 來 現在 大家注意看我這裡 等一下 我們把這一個線牽 不是 它會 會把這個磁鐵 它會把這個磁鐵 電磁鐵會把這個磁鐵 沒辦法 所以 我會特別拿這個磁鐵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 所以就 不是 它 它會有保留磁性 你電磁關掉它 它磁性不會立刻消失 電磁鐵就是 來 我說明一下好了 我們現在因為 準備抽 所以這個就沒辦法做 電磁鐵是這樣子 當我們這個做好 把這個鐵釘三根 然後用七包線把它繞 繞 繞成大概這個樣子 然後呢 有了 你接上 電源 當你打開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磁性 它就會可以吸住東西 可以吸住鐵啊 可是當你把電磁關掉的時候 它的磁性就消失掉了 那鋼鐵不行 鋼鐵的話 你開的時候 它是有磁性沒錯 可是你關掉的時候 它磁性還會保留 它不會立刻消失 是這個原因 好 OK 來 現在我們來看這個 這是 線線 然後我們用電線 然後我們用電線 來 我們把這個線線 然後 那個線線的兩端 等一下用沙子把它的七包線 把那個七刮掉 把它磨掉 然後 現在這邊 它有兩端嘛 對不對 就跟減流劑的兩端 把它 接上去 好 接上去 好 好 就接成這個樣子 接成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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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知道嗎 但是我沒有線線 會畫 會畫 會畫下去 好 來 接成這個樣子 知道 OK 然後接下來怎麼辦 來 接下來把這個磁鐵棒 磁鐵棒 你先 放在線線裡面 不要動 先拿著放在線線裡面 不要動 你看看 這個 減流劑 會不會有什麼現象 會不會有什麼現象 然後 你很快的 把這個磁鐵 衝出來 或者是 穿入 插進去 看看 那個 減流劑會有什麼變化 好不好 然後把那個 你看到的現象 把它紀錄下 好 把它紀錄下 這個 夾子的地方 的這個 外面的這一層 要 沙紙 把它磨掉 把裡面 金屬的部分 露出來 才可以倒電 來 剛剛這個實驗 那個 泡泡的 出來 好 我們接下來討論 一樣的 你看到什麼 剛剛看到了什麼 快 小朋友沒有誰要跟大家分享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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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害羞 好不好 然後 講錯了也沒關係啊 來有沒有 來來 你說 你看到什麼 來 麥克風給 來 幫忙喘一下 好來 你看到什麼 好 就是 插進去一邊 抽出來 那個偏轉的 方向不一樣 對不對 好 可以問 可以問一下 可以問一下 這個小朋友幾年級嗎 三年級喔 好 你代表什麼國小 不好意思 這樣喔 裡面哪一個國小 光明國小 光明國小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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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來過 光明國小來過 國小也來過 好 那國小國中 好 還有誰看到什麼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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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s 它现在是磁铁 假设磁铁这个方向不变的话 插进去 它动的方向 跟把磁铁的方向转过来 把磁铁上下转过来 同样也是插进去 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小朋友是说进去 出来 对 第二个小朋友是说 都是进去 但是把磁铁的上下颠倒 方下颠倒也会不一样 OK 好 这个是 知道 大家都知道不要 还有没有看到什么 还有没有看到什么 来来 没关系 你跟我讲 我跟吴老师讲 吴老师他说如果磁铁不动 那个 紫尖不会贴 对 好 所以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磁铁固定不动 如果磁铁固定不动 直接不会动 对啊 这也是我们要看的 对 好 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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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好 没有啦 还有 来来 你要说 什么 动得快慢 怎样 好 就磁铁的偏转跟动的快慢有关 是不是 有看到这 有没有其他小朋友也做看到这一点 就是动得快慢 因为刚刚有一有一小组他们想要破破把是不是 他们想把我把要让那个紫尖这一个偏超出他的范围 对 对 所以这个第四个现象就是他紫尖偏转的角度大小 跟你这一个运动的快慢 有关系 对不对 跟那个运动的快慢 速度 速度 冲出来 或者插进去的快慢 那个速度有关 懂吗 OK 好 还有没有别的 还有没有看到别的 还没有看到别的 没有了 怎么样 没有了 怎么样 没有了 怎么样 七八千 上下颠倒 你磁铁 磁铁在里面是不是 其实磁铁不是没动 如果你这样磁铁是有动 因为磁铁跑出来 就是磁铁跑出来 不是完全没动 你所谓不动 来来 我知道你所谓 你所谓不动 然后你应该把它连住 连住 固定连住 连住 对不对 然后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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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有动吗 没有 你刚刚讲的 其实你是把它 这样子 然后把它拿出来的时候 磁铁其实有动 磁铁的方向不要改变 然后细胞线的 他说磁铁一样的方便下去 但是七包线转 喔 线铁的 对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还是这个方向 那这个样子跟这个样子 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 来 刚刚 有一个小朋友 他是这样做 我这个磁铁 这个 放进去的方向 不变 固定不变 但是 我如果把七包线这样的话 这样子 他所产生的那个 指针的偏转方向 给 换过来 好 这个转过来 这个指针的偏转方向 是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对 不一样 没错 很好 对 这就是 第五个 还有没有 没错 所以 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 其实 这就是 我们上面已经讲的 你看到了什么 到时候你想到了什么 然后 你已经试了 对不对 你想到说 这个方向是不是会有影响 结果你去试了 发现 是不是会有影响 这个你其实已经做了很多 那 我们在学习做实验的时候 就是要这样 我一直在强调 就是你自己要去思考 去尝试 去 了解 ok 来 其实 刚刚的 大家所看到的 这个 例如说 指针配短方向跟 磁铁的运动方向有关 还有人说 这个 把磁铁 铁铁 转过来 同样是 拉 插进去 但是把磁铁的方向 转过来 他的 偏转方向也有关系 对不对 然后 最后 这个小朋友 他说 如果我磁铁不动 但是我把什么 把线间 转个方向 他 指间偏转方向有关 这三个 线下 你想不想的 他在告诉我们什么 他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方向的问题 方向的问题 对不对 那 方向的什么问题 方向的什么问题 当然 这时候我们先要了解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磁铁 互动 放在里面不动 直接不会拼 可是当你把磁棒 移动了 纸间就会拼 对不对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对不对 这个磁铁的移动 到底意义何在 ? 有没有人知道 磁点移动代表 不知道 所以我们接下来 这个我们先不去讨论它 但是我们先看后面 我再再看 我们刚刚初步了解就是 磁点不动的时候 在线线中不会产生什么 电流 磁点移动的方向 跟线线中所产生电流的方向 有关系 对不对 对 磁点的方向 跟线线中所产生电流的方向 也有关系 对不对 这刚刚我们都看到 我们也了解这些 磁点移动的怠慢 跟线线中所产生电流的大小 有关 对不对 这都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我们也知道了这些事情 我们知道这些事 可是 我们还有一点不知道 为什么 对不对 还有一点不知道 好 所以 那个铁铛满满的 满满好 那我们就留到最后再看看 来 接下来这个法拉第 我们来讲一下法拉第的故事 好不好 因为法拉第的故事 听说很有激励的作用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好 我们看看法拉第 你了解一下法拉第的出身 你就知道 他为什么那么值得 那么可以 既有激励作用 来 法拉第小学毕业后 第一个工作 就是什么 送报纸 收送报纸 不是送报纸 不是送报纸 是收送报纸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因为以前的报纸 非常珍贵 不像我们现在报纸 一印都没有人要 还像爽报还印出来送给人家 对不对 但是 这个收送报纸是这样 他以前报纸很少 那就是 我到这一家 把报纸 收来 送到第二家 第二家看完了以后 再把报纸 收来 送到第三家 是这个意思 收送报纸 是这个意思 那 法拉第小学毕业后 第一个做这个工作 就是像我们现在的收报纸一样 好 只是他们的收报的意思是这样 好 然后接下来 法拉第在十岁的时候 他全家就迁移到哪里 伦敦 接着他去做什么 去做书店里面当协同 我们现在到书店里面当协同 我想你一定会说 哇 这个工作这么无聊 这么辛苦 对不对 他是不是这样 他不是 他把这个工作当作一种 一种游戏 他第一个工作做什么 就是说 他每一天都跟自己激励 我今天能够订多少书出来 装订 能够装订多少书出来 然后我能够装订多快 他每天这样的在自己跟自己比赛 好 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事情 他一定把那一天 装订完的书 利用晚上的时候 自己先把它看 所以他什么书都看 他什么书都看 说真的 这就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心态 听到吗 这是一种心态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 万难自己的家里环境怎么样 或者万难自己没有机会 或万难什么东西 他完全 他那种心态 非常积极的心态 他就这样子 好 所以你看 华帝跟自己比赛 看做多久 不用休息 看能够把书装订到多厚 他完全就是一种 自己跟自己竞争的一种心态 白天装订了什么书 晚上就看那一眼 然后他什么都看 他很重要 就是这种自发性的学习态度 结果把那种很 本来应该很沉变 很无聊的工作 变成非常有意义 对不对 对他来讲 是非常有用的一件事情 OK 听说华帝他还随身带了一本书 就是这一本 悟性的提升这一本书 他随身带在身上 悟性的提升这本书 但背景当然不是 他不是中国人 不是他不是看中国的 我只是把他拿来当背景而已 来最重要是书中提出五个读书的方法 这是听说是华帝很喜欢跟年轻人讲的一件事情 需要做个人的什么笔记 当你看过书以后 需要把那个书整理了 以自己的意思 把它整理出来 做笔记 需要实际性的上课 要有读书的什么 同伴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到学校去 对不对 要成立读书会 学习仔细观察跟精确的用志 也就是讲话 要用自己的意思 用很正切的话去讲 然后华帝 他在他的这个成长过程中 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就他遇到了一个薄弱 遇到了一个科学家 对他非常的欣赏 特别的就是带领了他 那个就是一个化学家 戴伟 还有华帝他很热心科普的 这一个工作 他自己筹备那个经费 然后去做科普的这一个一些先导演讲 好 那底下这个就是华帝的一些成就 一些成就 ok 所以 小朋友 各位小朋友 大家有机会 要把握 要努力 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很无聊的 或者是 贝逼的工作 对不对 来来 今天来这边参加 是你的意思 还是爸爸妈妈的意思 是贝逼的 还是自己来的 贝逼的 哇 如果 我要跟爸爸讲 以后让他们自己多表达一点自己的意思 对不对 好 让他们自己 这个 因为这样的话 他才 才能够发现其中的 这一个热气 不过要注意哦 虽然被逼的 你已经来这里了 对不对 有这个机会 你要把握 对 我告诉你 如果没有爸爸妈妈逼你来 你还没有这个机会哦 对不对 所以要感谢 要感谢爸爸妈妈 对不对 对哦 OK 所以你看 我发现大人比 小朋友还要多 好 来底下我们要来看一个 时常的 观察与讨论 好 这个现象很简单 来 那个帮忙 画一下这个 盒子 要像我 接一样 好 来 那下看这里 要注意看这里 你才是要做主 要不然的话 等一下 大家都玩过了 你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对不对 好 我现在 我来 做一下给大家看 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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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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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好的 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们来看 大家是不是都有一根瓶子瓶子 对不对 对 我先说一下 刚刚有家台论说 这个瓶子瓶子是 是什么 它其实是有 很短很短的 那个瓶子 把它包起来的 对不对 一根瓶子瓶子 其实这个 这样的做法 也可以给小朋友 讲到瓶子瓶的时候 可以了解到一个 一个观念 整块瓶子瓶 其实它就是由那种 小小小小的瓶子 怎么样 组成的 所以瓶子瓶棒 它可能就这样 来 把瓶子瓶棒放在桌面上 它有一个连土 对不对 有没有连土 没有 有人有 连土的目的 就是要你把它固定 这样它才不会转来转去 好 没关系 好 有 在这边 好 不是 好 把它画桌上 来 画桌上 连土的目的 就会放在桌面上 这样的话 等一下 你放上去才不会转动 好 你整块 然后把它压住 它这样就不会转动 然后把这一个盘子 塑胶盘子 放在它的上面 你们有没有一个胡椒纹罐 你们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 对 是铁纹 不是胡椒纹 等一下不要带回去 说我晚上要撒一点胡椒 好了 是铁纹 你把这个放在上面 然后把这个 打开 打到那个细洞 细的洞那边 就好像你在撒胡椒粉一样 好 细洞 有没有看到 打开细洞这边 好 然后呢 你现在拿着 不要动哦 盘子不要动 盘子不要动 然后把铁纹 就撒在盘子上 等一下不急不急 等一下你就会做 把它撒在上面 撒在上面 撒在上面以后 来 这个我想 等一下如果要你描述说 你看到什么 很难描述 对不对 对不对 不过你先去想 这代表什么意思 好 你看到这个图像 它的意义何在 懂吗 第二个 来 来 来 接下来 你把这个 塑胶 盘子 向一边 移动一下 移动一下 看看 你看到什么 这有什么意义没有 听到吗 OK 来 你就做这件事 OK 我们来看看 这个现象 告诉我们什么 我刚说 要你描述 不是要你描述 那个 那个图 对不对 那个图要描述 真的很难 但是 你从 这个 这个图像 你看到什么 没有 那这个 你就可以描述了 你看到了什么 没有 好 你有没有发现到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到什么 来那个谁负责这个把它放大一点 对对我们就先用这个来 OK好谢谢 好来现在不要晚了好不好 不要晚了我们来看 我刚说过 我们并不去描述这个图的样子 但是从这个图上你有没有看到什么 可以去说明一下 来有没有谁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看看这个图你有没有什么发现没有都没有吗 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铁粉会聚集在十阶两端 就是两端 聚集在两端好像铁粉比较积极对不对 OK还有吗 中间都不会有铁粉 中间没有铁粉哪个中间 这里吗 这里吗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里 这边没有铁粉吗 没有没有你看看有没有 我这边有啊 中间 你在做的时候你是不是发现到说当你把铁粉撒上去的时候好像都被两端吸过去对不对 中间好像没有对不对 可是你后来如果铁粉撒多一点的话 中间就会留在上面 还是会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会被吸过去 对没错 好还有吗 来 中间吸的比较少 好 OK 很多人大概没有注意到一个重点 我想问一下 你们看看那个图形的清晰是旁边的看起来比较清楚还是靠近中间的比较清楚 在在旁边就旁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图像清实不清楚 不太清楚对不对 但是中间他讲那个线条是不是就很清楚 对不对 好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告诉我们什么没有 刚刚刚有小朋友说当我撒进去那个这个腿纹都被吸到两端去代表什么意思 腿纹都被吸到两端去代表什么意思 好这两端的磁力比较强对不对 还有你再想想看清楚跟不清楚有没有什么意义 那个线条很清楚跟那个线条不清楚有没有什么意义 有没有什么含义 他为什么清楚 他为什么不清楚 对不对 有没有想象这个问题 为什么有地方会清楚呢 为什么有地方好像没有没有线条 只是你撒上去就是那个样子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好 来 磁力的强弱对不对 对 磁力比较强的地方 他吸引那个磁铁你会不会感觉到 他那个图形一定比较清晰 比较清楚 那磁力弱的地方他对磁铁没有作用啊 所以那个磁铁就不会排列 就不会有受到什么影响 你撒上去什么样就怎么样 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 所以 这个实验 其实 他告诉我们很多 可是 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那就磁铁周围的磁力的昏布 其实 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磁铁的周围 他的磁力 来 这个磁铁的磁力 不是只有产生在磁铁上啊 这磁铁的磁力 这个地方有没有磁力 这地方有没有磁力 这个地方有没有磁力 有 但是很小 对不对 越靠近他的 附近 磁力的作用就越大 越也离他的附近 磁力的作用就越怎么样 越小 是不是这样子 他 其实可以告诉我们这件事 他能不能告诉我们别的 有 这磁力线里面 这个图像里面 告诉我们的东西其实更多 但是今天 我们只希望你了解一件事 就是说磁铁的周围 他的磁力 磁铁的周围 他的磁力是 随不同的位置 会有不一样的大小 听到吗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他可以告诉我们这件事 好 来 第二个实验 你有没有把它移动看看 移动看看 你发现什么 发现那个图形会变 对不对 对不对 图形会变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什么 代表你把磁铁移动的时候 来 点来这个位置 它的磁力是这么大 可是当移动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磁力 同样这个地方的磁力 会怎么样 会改变 对不对 所以你磁铁 移动磁铁 你的作用是在做什么 是在改变某一个地方的磁力的大小 小朋友听到没有 听到 就是说我们移动磁铁 这个磁铁的作用 其实是在改变 空间上某一个地方的磁力的大小 好 我们不用很专门的名词 或者很抽象名词 来了解它 你就知道了 当然 对于这个现象 这个磁铁分布在空间 磁力分布在空间 这个现象 其实有一个名词 叫做什么 叫磁场 叫磁场 好 那这只是一个名词 一个意义而已 来 来 帮忙把它转过来 转成Potone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磁铁在它周围导致都会产生磁力的作用 但是磁铁在它周围所产生磁力的大小 限制于是它的方向都会随位置的不同而怎么样 我不一样 我不一样 对 所以我用这两张图 你知道这两张图我在说明什么吗 我们现在说啊 会把这两张图当作人气 对不对 我们说哇 这个 以你们来看 右边这张图 你一定会说 人气 很旺 为什么 人很多 左边那张图 你一定会说 人气怎么样 人气 好像很弱 不是那么好 对 但是我要 我利用它要说明 就是说 有人用另外一个讲话 不叫人气 而叫什么 叫人场 捧场 捧场 这个右边那张图 我们说 哇 这个比较 人家比较捧场 因为来的人多嘛 对不对 然后 左边那张图 我们说 这个大家都不捧场 没有人来 对不对 所以像今天 我们就可以说 大家很捧场 为什么 因为大家来了很多 对不对 捧什么场 捧人场 对不对 捧人场 OK 所以 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要 人场 比较大 左边那个地方 我们说 人场 比较怎么样 小 那什么叫人场 人场就是 有人在的地方嘛 对不对 有人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人场 所以 我们把 有磁力的地方 叫做什么 叫磁场啊 就这样的一个观念 有磁力 存在的地方 就叫磁场 懂吗 至于他磁场怎么分布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们先了解 这个磁铁的周围 有什么 有磁力嘛 所以这个磁铁周围 有什么 有磁场 这磁铁周围 有磁场 这样懂吗 所以磁场就是 这么一个观念 这么一个想法 能不能了解 可以不可以 可以 所以我们就回到 刚刚这个地方 那个 线迁的那个地方 线迁那个地方 就是说 这个磁铁移动 为什么 线迁里面会产生电流呢 我们怎么去解释它 怎么去了解它 如果不动 它就不会产生电流 动了以后 它就会产生电流 那动了 表示它有什么变化 有什么改变 磁场的改变 线迁里面 有磁场的改变 你不动的话 线迁里面有没有磁场 有 但是有没有变 没变 当你一动的时候 它里面的磁场 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观念 就是说 线迁里面 的磁场 如果发生了变化 它就会产生什么 产生电流 就会产生电流 至于它说 产生电流 就跟它磁场变化的大小 快慢 方向 都有关 当然 这个问题就要更进一步了 去做探讨 懂了吗 所以今天我们只 让大家了解说 怎么样才会产生电 你们想不想到这个现象 是怎么来的吗 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 有没有人知道 我们有时候 对一个观念 或者一个想法 可以换换角度 改变方向 这个问题就是 华拉帝 因为华拉帝 他知道的 电流磁效应 也就是说 电流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磁场 他去想 既然电会产生磁 他就自己问自己 他脑子就在这样想 那磁能不能产生电呢 磁能不能产生电 他换个方向 自己去思考 磁会会产生电 结果 他就开始去做这个研究 开始做这个实验 所以他有那个想法 他就开始去试 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 对不对 你有什么想法 你看到了什么 你有什么想法 然后你就可以去试 试了以后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我们在学习 在做什么研究探讨 大概都是 简单的说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历程 就这样 这是华丽 他自己提出来说 所以我们大家以后 当你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也可以反向思考一下 给自己提问题 这样就很棒 这样就很棒了 OK 好 那我们剩下10分钟 因为那个铁钉已经买回来换新的 所以我们让大家做一下 这个电磁铁 好不好 最后的10分钟 我们把这个电磁铁做一下 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可以看一下朱老师这边 我会有现场画面 你把三根铁钉 当然是正反正 这样直接排列好 然后呢 用胶带把它绑起来 把三根紧紧的绑起来 不要让尖尖的地方露出了 帮给大家看 把他检查一下 没关系 检查一点再 然后这个再再再绑回去嘛 再绑过来 这最主要是要把他固定起来 你等一下绑绑七包线的时候才好绑 好 然后再把七包线 绑一下 是不是要去刮他旁边吗 先先留一段 留一段 对 然后 现在绑 全部绑我们老师了 对 你就把这条线绑 把这七包线绑完了 就对了 就大家一直绑就好了 谢谢老师 这样 对 来 这条线绑 来 这条七包线很重要的地方在这里 你这个 这个铁丝留一段 这样有没有看出来 这样有没有看出来 这样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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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绑完了以后 你要留两条两端嘛 对不对 再用那个砂纸把七包线留掉 然后接电池你就可以试 好 好 刚刚那个吴老师也有提醒大家 然后你最后绕过来 变成这样 你这两头哦 因为要接电线 还要接电池 所以 把那个漆的部分抹掉 绝缘的地方抹掉 用砂纸抹掉 我相信大家在这边 这是成品 这是半成品 把这个铁丁上面 先用胶带先把铁丁三个绑在一起 然后 绑好以后 就绕了七包线 绕得越紧越好 最后记得把七包线的两头 把他的那个绝缘磨掉 刮掉 磨掉 用砂纸 大家 我用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 你现在看到的 这就是外面在卖的 电磁铁 他当然做得很漂亮 对不对 其实他就跟我们这个 一样的原理 完全是一样 他里面绕了很多切 然后 他的这个铁的布 是真的就是那个生铁 生铁 生铁他的那个磁性 很容易消失掉 好 最后师傅补充一下 电磁铁嘛 通电以后 电磁铁嘛 所以你当然要通电 但是呢 这个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准备的电磁盒 数量有点短缺 所以可能就是要跟各位 没有拿到电磁盒的朋友们 说声抱歉 但是你们可以在哪里 你买得到这个电磁盒 就这个东西 可以去买有开关的 像我们一样 你也可以买没有开关的 没有开关的 另外一种可能会账 好 来 我给大家看 好 这样子 电磁就直接接上去 然后两条线出来 好 不管你买哪一种电磁盒 可以在哪里买得到呢 电子材料 什么电竹啊 电容啊 那种东西 电表啊 那种地方就可以买得到 好不好 这一点是比较不好意思 要跟大家说抱歉的 好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联络 好吗 那今天 欸 先问一下 先问一下 最后的这个作品 我们的成功率如何 好了 你的电磁铁 最后是成功了 有磁力的 请举手 好 12345 欸 第六个 七 第七个成功 好 好 九十十一色 全成功 现在七跟八 有 七成功 八呢 有没有 这要半锅出气火 没有关系 很细心 要半锅 对对对 但是要先借大家的双手 来帮我们 谢谢一下今天的讲师 有没有好吃 谢谢 谢谢 别担心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